哈喽哈喽再见面啦 然后我们今天呢出一个去漫展可以画的妆容吧 就是很傻bling bling的那种傻 因为前天去的 昨天吧 昨天去的那个bilibli world的漫展 然后就画了这个妆容 给大家分享一下 底妆产品我们就先涂防晒和那个粉底液 我的皮肤我的肤质应该是中性的吧 就是不干不由的那种状态 这个粉底液是我一直在用的 遮瑕不好但是它很轻薄 是轻薄还是轻薄呀 底妆产品上好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画眉毛啦 我就说的有点快 没有到眉毛 然后我们就先把眉毛给梳一下 梳顺 然后再顺着这个眉毛的弧度 然后画画就好了 该延长一点就好了 大家有很多给我私信的宝宝们 都给我提画眉毛的建议 然后我觉得大家不说的很对 对我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现在我再朝这个方向改变 等有一天我的眉毛画好了 就是我终于修成正果了 我的眉毛问题是 一个是直的 然后一个是弯的 还有一个是细的 就两边长得不一样很难处理啊 顺着鼻子再带一下阴影的鼻影吧 好像有点太过了 没关系我们再给它处理一下 把我们再接着上阴影 打一下阴影 轻一点不要太重 好像我们画的有点重 手好手法太重了 放我们遮瑕 这个遮瑕我是不推荐的 因为它是比较干的那种质地 如果是干皮或者是皮肤不太好 伤上去的话可能会很严重 就很浮 就浮在脸上的 我是不推荐给大家的 我们这些是小瓜瓜 我本来是想用遮瑕 遮我的痣 就遮了一颗 然后也没遮下去 这个是爱丽小屋的眼影盘 我给大家要强烈的推荐 少女心 少女心满满的一盘眼影 有这个眼影你整个夏天都不用怕了 这个是爱丽小屋的眼影膏 很傻很傻 然后又很服贴 就你不怕 不怕它会 可以 非粉的 上了眼皮画了 再戴一下下眼皮 下眼脸 我经常画的画的我就出现了 还说卧槽 还是卧槽 就你看这大眼睛看起来很大很漂亮的话 就一定要画卧槽 然后我们再用这个爱莫莉的眼影粉 涂在中间就好了 然后看起来 Bling bling bling的 特别傻 这边光线不太好看起来 我们就有眼线的眼线 用那个Bb Bbía吧 Bbía的眼线笔 眼线胶 我经常就是看视频的话会 眼线会画的特别长 然后我就会用 处理一下它这个眼线 就是我为什么 会说语音给大家 因为我是不想打字幕的那种 因为打字幕很烦的 我觉得很难 太烂 我就是太烂了 我就不想打字幕 所以我才会说 我想要说语音 那我们再涂一下睫毛 上一下睫毛一起涂就好 睫毛膏 也是我给大家常会推荐那个蓝口的 然后我们腮红 腮红 腮红 就是有一点霉质色的腮红吧 然后不小心涂多了 像个猴子屁股一样 然后涂多了以后 我们就用粉底 不是粉底 用气垫遮一下 让它看起来没那么 没那么多 Bling bling的话 我们再上几个亮片吧 之前我有出亮片之后 然后被骂的要死 你现在 所以说不敢 不敢太那个了 我们就稍微弄少一点吧 毕竟是要出门的 我们就弄少一点 有一点点的亮点就好了 口红依旧是MAC Lady Danger 基本上我们的妆容就完成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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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